这一题的话就是读入学生的成绩 它程式主要就是这样 比如说这个地方它可以输入这个成绩 那成绩的话当然就读入一个 比如说今天80分Enter 那再来第二个成绩是85分 第三个成绩的话是70分 Enter之后会算出这三位学生的成绩分别为 Enter第一位是多少分 第二位第三位 那这个地方可以是一个回圈 这个地方是I值 那把结果输出 最后算出来就平均 平均记得这个地方可以做那个所谓的整数 强制把它转为整数 或者是15路都可以 这地方该怎么做 首先的话我们要思考就是 怎么样把这个地方成绩读进去 那成绩读进去的方式 这边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所谓的那个阵列 那这个阵列的部分呢 那当然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所谓的Math底线Scope 一个阵列对不对 另外一个阵列呢 它这边有三个可以产生四个成绩 0到3 或者你这个地方其实也可以把它改成2就可以了 这地方其实三个成绩可以改成2就可以了 再来的话呢宣告一个SC 它是一个scanner 把资料读进来 那读进来呢 再来我宣告三个变数 IJSUM它预设值等于0 那分别呢 跑回圈 那这个回圈呢 我用J回圈好了 这个J回圈呢 它主要跑几次呢 跑第一个是0 从0 然后呢 直到什么呢 小于 这个条件的话呢 跑回圈的条件是 这个地方多一个 所以就是说呢 如果你想要知道 到底这个阵列的长度是多少的话 Lex 你可以用这个 后面加一个点Lex的属性 这个属性的话 就可以得到它的长度 那特别注意哦 它的长度呢 现在是多少 这边是2对不对 那应该是多少 对是3 它的长度是 从0 1 2 所以有三个 Lex的话会回圈三个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我可以0 一直跑0 1 2 那这地方加 接下来的话输入三次乘七 也就是说跑三次乘七 跑完三次乘七之后的话呢 并且把结果加总 Sum 之后加总 加总之后呢 输出 分别为 那这边用LN PrintLine 就换行嘛 接下来的话 分别把结果输出 也是跑第二个回圈 那用I的方式 I等于0 然后呢 知道什么呢 它这个Lex 加加 再加加 再加加 再来的话呢 把它Print出去 好 那这地方平均的话就是 除以它的Lex就可以了 它Lex 好 这里的话呢 我刚刚是把这个地方改一下 我看一下 执行来看一下 第一个分数 80 第二个成绩 次 好了 两次 一次两次 三位 所以这边的话 假如我要让它可以跑三次的话 这边阵列 假如是 理论上012 没错啦 三个 那这边到底是哪边 这边要加什么呢 这边的话 这个Lex 所以几个 应该是这个地方 这个如果是 不是012 这个应该三个 三个阵列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要产生的是几个 所以更正一下 这边如果是3的话呢 应该是012 这个3指的是Lex 长度 所以这个值呢 实际上指的就是它 指的就是它 那这地方当然不能改 那Lex 这个部分好像跟Vividarnets有点出入 这个再试试看看 因为呢 Vividarnets好像是 如果你给它数字 你宣告的话是 宣告3的话 它就会是0123 就会有四个 那这个地方观念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有的时候 程式跟程式之间容易搞混 那这地方的话 特别至于 这个就是指的Lex 如果你把它改成2的话 就变两个乘积而已 再试试看 分别为80 然后这边的话呢 是85 没错 第三个90 Enter 这样的话呢 结果就会是正确 那最后如果三个乘积呢 它就加总之后再 加总除以几个乘积 最后就可以算出总平均来了 那这部分的话呢 主要的重点在这个地方 也是正列了 正列部分 知道说总共几个 然后取得它的长度的话 用Lex的属性就可以 这里的话呢 我把画面还给 还给各位一下 好 好